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原子世界上面资产呢 包括比如说像一些土地的 房产的 等等的一些资产 然后以及比赛世界当中 比如说一些IP 然后以及现在很活着的这些数字货币 就是相当于说把这些作为一个资产都登记到比原链上来 同时在比原链上促进原子产和这个比赛资产的一个登记 交换对付以及其他的一些复杂的操作 然后我们比原链其实定位的就跟像EOS或者是这个底太坊不一样 他们可能是想做一个底层通用式的分布训练机 然后我们更想做的是一个跟资产相关的一个专链 就是可以认为是一个比较垂直领域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余季超吧 然后余季超 其实比特币的很多技术 比如说包括密码学还有其他的一些技术 它其实是严格于之前的一些老的技术 但是东本冲对于一个就是说比特币很大的一个创新 然后我也认为是一个最大的创新就是这个余季超 然后余季超从底层看它就是一种存储绝扣 包括它会有输入 会有输出 会有一个这个数量等等的 然后如果它是从一个动态的这个角度来看 那么它是对于这个流转过程的一个记录 对于网上有种通通式的讲法 就是大家可以认为是一个富士的一个记账本 然后再从一个最高层的一个结构上来看 那么它就是带着一个资产 就是有一句话就说 有一句话这么说的就是说没有所谓的这个比特币 只有余季超 所以说余季超就是代表了这个比特币 然后在我们比较上余季超就是代表了这个所有的这个生产 我们为什么选择余季超呢 就是说首先余季超它的这个隐私性会比较好 就是余季超它是跟地址绑定的 就是然后每个人账户它其实可以拥有很多地址 如果你只是追溯一笔余季超 你是不知道某个人是拥有多 到底拥有多少个这个比特币 或者拥有多少个这样的资产 然后一个就是安全性 然后余季超就是说大家知道 就是以太坊这个包括合约它会有很多的安全问题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账户模型 它是把这个相当于说它的资产是放在这个一个账户模型当中的 然后如果是针对这个账户模型的攻击 可能会影响到全网所有的这个这个以太坊的一些安全 以及它的代表的安全性 而余季超模型它是就是说每一个余季超它是分散了独立的 如果你攻击某一个这个余季超的话 那么它本身可能就是其他的这些余季超并不受整次攻击的影响 所以说它的安全性比这个以太坊会更高一些 然后就是并行化 就是并行化就是因为余季超是有多个 就是说有多个余季超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其实你对于 比如说你手里有多个余季超 你其实可以并行花费的 因为余季超之间是并不关联 但是如果是这样账户模型这样的余额这样模型的话 你如果付前一笔之前 在前一笔没有完成之前 以后你是并不能发出去的 然后最后一个是跟我们创始人相关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原链的这个创始人 包括CEO 厂家和CEO 朗玉 他们其实是比特币比较中子粉丝 包括我们使用的这个共算法 COW 也是就是说比特币用了很长时间的 所以说这个跟创始人的选择也有关系 然后我们对这个余季超和账户模型进行个比较 然后余季超的那个优点我刚刚说过的就是包括隐私安全并发的性 然后余季超的就是缺点就是第一个複雜性会比较高 然后大家知道因为我们在中心化的世界当中 我们的帐户模型是就是说已经是深入人心了 然后就是说有了这样一个新的模型就是对人的理解 还有这个编程方面它都会增加一些複雜性 我这边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统计余额 大家知道就是说帐户模型当中它统计的很简单 就是它相当于里面有一个数字 但是余季超不是这样余季超就是说需要找到你这个账户 然后同时找到就是说跟你账户的关联的地址 然后这个地址里面有多少这个余季超 然后加起来才最后形成了这个账户的预额 然后余季超还有一个缺点就是convincing交叉 然后就是说它需要去收集所有余季超 然后它的状态也是不是包含在这个就是说一个比如说一个账户里面 而是就是说所有的这个余季超集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世界状态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帐户模型 帐户文明优点就是很明显就跟余季超就相当于反过来 就是说它比较易于理解和编码 因为中心化的系统 包括大家日常使用的珠珠宝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型 然后它的它更灵活 同时因为它比如说它替代了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个世界状态 那么它更更适合于一些更加普达的场地 这个也就是说以太坊就当时他们做了这个 因为Fertelic 以及他们那些人就想做一个通用型的一个分布世界状态 然后就是帐户模型这边的一个缺点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它会遇到这种重放的问题 就是说它的一笔这个花费它可以怎么解决它花多次的问题 这个时候它像以太坊就是用这种顺序的NARS值 然后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合约的安全性交差 因为它存出了很多状态 然后对于这个合约的攻击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一些就是说别人的资产等等 这张图就是简单的描述一下就是说比喻提倡整个模型的一个过程吧 然后大家初看这张图的话 就是如果看过比特币的这个比喻提倡模型 那么对这张图肯定会有一些熟悉 因为本身我们的比喻提倡模型 它就是来自于比喻提倡 所以说就是说初一看上去很像 但是我们也会做了不少的创新 首先可以大家看到这个黄色的这块 是一个马克思的交易词结构 这个结构就是说为了支持这样多资产的一个方式 然后同时大家可以发现在一个chrc的群里面 我可以除了BTM之外 比如说我可以引入BTC或者是一些其他资产 就是可以对多资产进行一个交互 Coinbase这块的话就是跟比特币没什么两样 然后就是我们会多了一个issue这样的一个操作 issue也是一个 issue就是类似于一个创造资产的一个操作 因为我们是一个多资产的 就是说你不管现实的商中的一些物理资产 还是数字的一些数字资产 都需要靠issue来添加到我们的链上来 然后我们看一下BUTXO的一个创行 首先第一点就是引入一个资产ID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说除了我们本身的BTM之外 我们可以在这个笔原链上运行其他的资产 当然这个地方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一个锚定的问题 就是说限制当中比如说对应限差房产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机构等等 来做一个资产的这个锚定 对一些数字货币虚拟货币这样的东西 那我们可以用Odin以及其他的一些技术 来进行一个在笔原链上的一个锚定 然后第二个就是刚刚说的这个Max的交易器结构 这个结构可以简化多资产的一些交互 这个后面会有详细介绍 然后创始合约就生成那个新资产 就是刚刚我那个图中的issue的那个方向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说在UTXLG图子上 运行一个图灵完备的这个智能合约 然后这块的话就是 现在比特币的话它是一个非图灵完备的 它是一个脚本 它其实是一个智能合约的一个图形 包括现在其实现在BTH它本身也会不断地完成它的智能合约吧 当然我们笔原链就是会比较是稍微领先一点 我们以智云合约已经发布 这边是这个BUTXLG的一个结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从SourceID和SourcePosition这两个 因为我们是多资产的嘛 就是除了要界定这个输出是从哪个输入过来之后 我们还需要通过这个Max来找到这个显示交易 然后SetID很明显就是一个资产ID的一个东西 然后其实最关键是下面两个CtrlProgram和一个Address 这两块 CtrlProgram就是说是一朝接收这个Program 这个其实也就是一个合约 Address的话它是可以 就是说如果你的EDX是跟某个人相关某个账户相关 那么它就会有一个Address 然后我们其实可以没有Address 就是说你的EDX不属于任何人所有 但是我们必须需要有CtrlProgram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交易式结构 交易式结构它其实它主要的功能就是三种 因为本身是一个多资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 所以说首先它需要就是最基本的定位输出 这块的话跟比特币是一样的就是需要从这个输出去找这个输入 然后第二个就是验证输出输出的平衡 就是说我的输入 我的多资产的这个输入跟我多资产的这个输出 比如说这个BTM 两个输入的BTM必须跟后面这个BTM的输入是一样的 然后一个BTT跟后面两个输出是一样的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防止溢出 就是我们会就有这样一个结构 会对这个输入会有一个检查 就防止一些恶意的攻击 比如说它把这个它输入一个负值的这个就是输入 然后导致一个溢出等等 然后其实马克斯的交易词这个结构 从整体上来讲 它就是说将一个多对多的一个关系 转化成了一个多对一和一个一对多的一个关系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创世合约 然后创世合约 其实它是一种这个特殊类型的合约吧 然后它其实它主要的作用就是相当于生成新的资产 并定义这个资产的描述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圆的这个钱包 它就是有集成了一样的一个新建资产的一个功能 然后它实际上就是就是说调用的一个创世合约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你可以在钱包上输入这个资产的信息 然后输入一个就是资产的一个描述 然后就是发 然后就是通过issue这样的操作 就可以在链上生成一个新的资产 并对这个资产进行一个交互 然后创世合约它是没有一地超输入的 它的输入只是一个就是就是program 也就是一个合约 然后我们比原来是没有一个合约账户的概念 这个跟链台网不一样 然后同时也不保留就是说状态的这个 一个世界状态 就相当于说是一个无状态的一个合约 然后一地超上的合约就是说 我们任何的一地超它都有合约 它可以没有地址 可以不被某个人所拥有 但是它毕竟有合约 就是合约可以没有地址 然后它比如说我们普通的交易 就是说一般人他其实察觉不到 就是说觉得就好像是A转让给B 它其实是用了那个PTPSH的这个就是一个合约 就是跟比特币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的这个合约是一个图定晚辈的 但是它是一个无状态的一个合约 然后我们的合约如果大概用过新版本的这个钱包的话 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的合约就是针对这个一地超的一个锁定和解锁的过程 后边我这边会有两个例子来介绍 然后就是说之前提到一个安全性嘛 就是说针对合约的攻击呢 它只会影响到我单个的或者部分的这个一地超它不会影响全部 就不像你攻击这个合约账户 它可能会影响整个的这个代币 然后这个是我们在合约上就是说一个BB合约的一个例子吧 就比如说蓝色小人A 他把这个五个BTC 他就是说通过发起的合约 他就相当于把它检索了 就是说他自己不再用这个五个BTC了 通过他发起比较的合约交易放到这个链上 然后任何人 然后这个BB合约它其实分为两个过程 一个trade和一个cancel过程 然后任何人如果是想要这个五个BTC 那么比如说这个A 他指定说我需要用100个BTM来换我的五个BTC 那么任何一个人在链上看到这比交易之后 他就可以拿100个BTM去换他的这个五个BTC 这个时候就是说通过这个trade的这个方式 然后就可以直接就是进行一个交互 然后让100个BTM就规矩于A 然后五个BTC就规矩于B 然后当然就是说如果A这个小人发现 就是说他的五个BTC放到网上就卖不出去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调用这个cancel的这个过程 他可以把这个五个BTC 重新锁到自己的账户上去 然后这个b交易它其实就是一个 去中心化交易所的一个图形吧 就是如果要在上面做一个去中心化交易所的话 就可以通过这个合约来做 然后这个是一个第三方托管的合约 这地方托管的合约它的主要流程就是说 我蓝色小人A他把我把五个BTC托管给另外一个第三方 就是陈瘦的这个小人 他比如说是一个代理的机构 然后他比如说这个蓝色小人A他跟一个另外的人在 比如说在线下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地方 发生了其他的一些交易 然后是由第三方的这个蓝色小人来进行一个跟踪和一个代理 如果就是说其他的一些流程成功 那么OK那就是说第三方的代理会approve这个智能合约 然后把五个BTC转给这个目标的这个用户 然后如果是这个其他的地方的一个就是说交易过的交互失败 那么就是这个第三方的代理就是会regenit这个交易 那么这个五个BTC又会回到这个原始发起人的那个账户当中 这就是简单的一个第三方抽管的一个合约吧 然后这个也可以做一个就是在上边做一个类似于这种抽管的一个代理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说除了就是上边基本就介绍完了 然后就是对一些仪器超的一些思考 然后首先就是关于这个仪器超的并行性 大家知道就是说比如说你就以这个零显举例吧 比如说你有两张三十块钱的这个面额的钱 然后你想花出去 如果正好这个两个三十的这个钱正好是你整额的花出去 那么你就可以相当于说你同时可以把两张花出去 但是如果你可能就是说你要花的是一个是十块一个是五十的话 那你会发现这两张三十的并不能提供一个很好的避体性 因为你比如说你在花五十的时候 你必须把两张三十都一起花出去 通过最后的那个早银 通过一个早银的过程 你才能最后完成这笔交易 所以说就是说关于这个仪器超的并行性 就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就是需要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上场优化 然后关于这个零碎的仪器超整理 就是这是也是我们在这个实现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就是说别人给你可能就给你一块两块三块之类的 然后你想花你可能一次想花几百 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需要把这个就是说零碎的给堆积起来 然后为了防止这个粉纯攻击 因为我们知道当输入过多的时候 它的交易会变大 然后最后就是说可能如果是有恶意的攻击 拿非常零碎的这个仪器超输入来最后填充 导致可能区块的这个大脚都容纳不下这笔交易的时候 那么就是会造成一点粉纯攻击 那么我们就是说我们会规定一个上限 规定一个这个输入的是仪器超的上限 那么这个上限可能会影响到就是说用户需要 除了一次规矩之外他可能要规矩多次 然后然后就是针对这个仪器超的这个 针对复杂性的一个解决方案 然后最后的话我们可能会有这个合约的签套 以及一个世界状态数的引入来解决这个 比如说语题超没法支持一些复杂的一些应用场景的问题 然后最后就是安全和性能 就是因为我们本身是资产专链嘛 所以说安全肯定是第一要考虑的因素 因为对资产的这种交雇这种都是跟真金反应贯不同 所以说我们会优先就考虑这个安全 然后性能方面可能会更多的使用 就是说在主链的基础上做一些闪电网络 以及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案来提升整体的一个性能 我的介绍就到这里 我的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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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